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XXY 歡迎來到XXY 哏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更有哏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7號 今天的歷史上 今天要帶你回到1947年的5月17號 香奈兒成為世界的首富 我們都知道 可可香奈兒是非常有名的 法国时尚设计师 因为他所设计的五号香水 也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 但是在经过漫长的谈判呢 可可香奈尔和香奈尔五号香水的制造商 重新的谈判 让他能够获得2%的销售 让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可可香奈尔是法国时尚品牌香奈尔的创办人 他在1921年的时候呢 发明了香奈尔五号香水在全球热卖 也在包括玛丽莲梦露在内的许多明星的使用之下呢 香奈尔这个品牌成为家喻户晓的时尚品牌 我自己是对时尚的领域比较不熟悉啦 但是我对可可香奈尔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呢 就在于他的时尚设计概念呢 是以现代主义为主 并且呢是以男性化的风格来改善的 在当时过于繁琐的女装设计 让简洁有力的男装化设计呢 带入了女装市场 让他成为20世纪时尚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 有关可可香奈尔的电影呢 有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还有改编成舞台剧 包括1969年的百老汇舞台剧 2008年上映的法国电影香奈尔 以及2009年由法国导演所指导的时尚女王香奈尔 由奥黛丽朵渡也就是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女主角 所饰演香奈尔本人 另外呢在2009年也有上映的一部叫做 香奈尔的秘密是描述香奈尔跟名作曲家 史特拉文斯基之间的爱情故事 并且呢是由当时的品牌代言人 安娜莫拉利所担刚演出 而我个人认为呢 要看到完整的可可香奈尔的一生 个人是比较推荐在2009年4月22号上映的 时尚女王香奈尔的这部片 她从香奈尔的童年开始描述 并且描述了她在时尚圈一路走来的心酸血泪 种种的经历过程具性迷移的呈现 相信呢是喜欢时尚 或是在从事时尚领域相关工作的朋友 值得一看的电影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想来这部影片或是声音 或是想要看到更多有关电影 或是历史的相关资讯 也别忘了按赞 追踪我的联署粉专 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哦 我是XXY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哦 拜 看看这个位置 还是赞事实的相关 按赞事实的相关 我 电影 可以 可 吃